确实有想杀一敬百 制造一种肃杀气氛的这种 他们有这种初衷 但是现在看来已经并不是这样了 应该最简单的一个形象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可以考虑 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形象 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 基本上彻底破产了 甚至可以说是声名狼藉 还没有哪个中共领导人 像习近平这样成为民众的笑料 这个已经在网上你可以看到非常的普遍 而且呢这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 对习近平的这种不满和愤怒 甚至是关键还是在于 极端的这种蔑视 这个情绪已经表露非常严重 所以这也是就是说 目前人们对他批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对他不屑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这个杨博士也提到这些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从五四当天 北大的范立琴教授 在北大公开张贴大字报 十几页大字报来痛斥习近平 搞个人崇拜 这些天有刚才讲过的 徐教授的这种 清华大学徐教授的批评 还有清华大批校友指责胡安刚 其实也是在指桑骂槐 批判习近平 所以这个趋势 在近十多年来并不多见 这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 整体上对习近平的这种态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局单单依靠暴力威慑 并不会起作用 中国有个词叫敬畏 那么只有发自内心的这种敬佩 才会产生畏惧 如果失去了基本的尊敬 那么是不会从内心里产生畏惧的 文革中那么多人被屠杀 枪毙了那么多人 依然还有大量的人敢站出来挑战当局 所以可以预料 在今后公开批判新闻的声音 会越来越多的 好的我想听听刚才一本